了解地方上的发展需求 并和地方建立良好的沟通管道 每年市府各局处团队都会下乡进行 和里长的行动治理座谈会 日前市长就来到三支区公所 要和里长们来交流座谈 听取里长们对于地方建设的意见 让商市区发展可以更好 为了与地方建立良好的沟通管道 并且了解地方发展需求 每年市府各局处团队都会下乡进行 与里长的行动治理座谈会 日前市长侯永义也带领市府团队 各局处首长来到三支区公所 与里长交流座谈 听取里长对于地方建设的意见 要让三支发展更好 我们大家在一起讨论 我们三支还有哪些重大的事情 没有做好 还有哪些小事情也没有完成 所以行动治理很重要 今天反应不够的没有关系 我会常来 你实际上打破坏 我一直在一起做 我们就注定随时搞 随时变得问题 随时改观 事情不要看 市长来到三支区公所的 行动治理座谈会中也提及 每年的行动治理就是希望 透过下乡与第一线 里长面对面的交流 请听地方有碰到的大小问题 并且请各局处应全力给予协助 有效率的来解决问题 各支处对问题实时的回答 未来要怎么做 做到什么一个程度 还敢不够清晨 它还是这样也太快 我们三月份是我们三支最美的季节 因为樱花盛开 大家在繁忙的公务之余 也要照顾自己的健康 也欢迎大家利用时间到我们这边来散步 然后健康大部分走一下 而三支区长也在行动治理座谈会中 除了感谢市长重视偏向发展与集成的声音 更加也把握座谈会宣传近来三支热门的花季 欢迎市府团队在工作之余 来到三支健康大步走 感受粉色樱花开满步道的浪漫美丽 吉祥评和三支采访报道